长命 宋辉是某个销售公司的业务员 某天我正好去采购他们公司的产品 于是呢我就认识了他 这时间久了我们俩人就成为了朋友 之后了解到原来宋辉还是单身呢 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长得也挺帅的 家里边又有钱 可是为什么他就不结婚呢 说这事的时候宋辉冲着我笑了笑 他神情之间呢忽然之间变得很落寞 他跟我说 你认为忘记一个人要多久 我跟我女朋友恋爱七年了 七年了 虽然他现在走了 但是我还是放不下他 我想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他的 这件事 我就从此之后再没提过 走回看的我不说话了 他打破了冷场 哎 好了啊 事情都过去了 今天叫你来呢 是想跟你讲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 虽然我没有经历 但是当时我也是知道一点的 你要不要听 废话 你这人还不了解我吗 快讲 我这个人呢 就喜欢听这些个稀奇古怪的事 下面我就以宋辉的口吻 讲述这件离奇的事 我们这个公司是贸易公司 所以这一切都是靠销售量来维持的 因此我们公司相对于说同事之间的竞争呢 还是比较激烈 所以说同事之间的关系也不怎么好 这互相之间多多少少的都存在着一些个矛盾 我们有一个同事叫小黄 这个人呢 他比较要强 因此他得罪了很多人 我们有的同事呢 也掌握他 最严重的一次是把他的手机给扔盒里了 导致一大单的买卖泡汤 小黄就直接被领导从经理的位置给开除了 我记得那次是要去浙江出差 你是不是以为出差都是好事啊 其实你错了 我们这个公司出差啊 是很苦的 福利又不好 还累 所以这一般人呢 是不会愿意去的 经理级别的有个特权 他就是不用出差 可是小黄现在降级了 说如果生意成了 就把他重新的给提拔上了 小黄二话没说 赶紧的去收拾东西出发了 但是临走之前还有个小插曲 那就是前面那个把他手机扔进水里的家伙 不小心的把他的杯子给打碎了 这下小黄立马暴跳如雷了 冲上去俩人就打起来了 直到我们赶到 才把他们俩给分开 那同事叫小黑 小黑恶狠狠的看着小黄说 你别他们以为你比别人强啊 你就是个没用的家伙 要本事啊 你来啊 你他们杀了我啊 不把我杀了 我他们就把你杀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生意毁了吗 因为那单生意本来他们是我的 你凭什么抢我生意啊 小黄看着小黑 他眼神突然之间变得跟个野兽一般凶狠了 谁也想不到他拿起来桌子上的压回缸 朝着小黑就砸了下去 小黑一下被砸中了 那脑袋里边鲜血直流 我们把他送到了医院里边 医生说差点要了小黑的小病了 小黑在医院里边是一言不发的 他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准备捕猎的狼 当我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的时候 谁知道 这件事情才刚刚开始 谁都不会想到小黄这一趟浙江之行 回来的竟然是尸体 小黄是出车祸死的 根据警察说 当时的路上车子并不是很多 小黄自己开了车突然就转向了护栏 然后就跌下了山崖 据现场勘察 可能是行驶过程当中 汽车的轮胎突然掉了 导致方向控制不住 这个结论很难让我们相信 那好好的车子 轮子怎么能掉呢 要说爆胎吧 我们还能够相信 但是这个多多少少让我们感觉到 事情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小黑当时完清完了之后 他是冷冷的看着我 恶有恶报 但是当我看小黑的时候 他的眼神里边有一丝的躲闪 他的神情似乎也显得有一些慌乱 这件事情并没有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还是一如往常的忙碌 有一天晚上 我加班到了很晚 在我准备收拾收拾回去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小黄的座位上 好像坐了一个人 但是光线很暗 我又看不清楚 我只是隐约的感觉到 那个人似乎 有点像小黄 可是转见一想不对啊 小黄不是死了吗 那这个人又是谁呢 于是我就冲着那个人喊道 喂 哎 同事 我好像 我好像没看过你吧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没人搭理我 当我打开灯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人不见了 我的电脑屏幕突然就亮起来了 那屏幕上闪出了一行字 我要小黑 一命长一命 此时我浑身的汗帽都立起来了 因为我的电脑是关机的 而且现在办公室里边 就我自己一个人 那谁会在我的电脑上面打字呢 难道 想到这儿 我立马离开了办公室 就在我回头看下 那个恐怖办公室的时候 我看到小黄浑身是血的 站在我的电脑前面 冲着我冷笑 第二天 我到下午才来上门 因为昨天晚上的事情 让我一夜都没睡觉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 但是昨天晚上的事情 确实发生了 当我来到办公室的时候 我看到好多的警察 在调查着什么 小黑的位置上流了一堆的血 公司的同事 正在为警察盘 警察见到我过来了 就问我 你的同事死了 我们初步调查呢 是自杀 请问他最近 有什么异常吗 于是 我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如实的和警察说 警察听到我说 我要小黑一命长一命的时候 他猛的抬起头跟我说 你知道那个出车祸的同事 是怎么死的吗 我们经过调查分析啊 是有人故意 把他的车轱辘给松掉了 导致出车祸丧命 虽然我不相信什么鬼神啊 但是 我可以肯定 你的同事小黑的死 并不那么简单 就在我刚想说什么的时候 我看见小黄 站在窗户外边 冲着我摆手 然后 就好像空气一样 慢慢的消失 我呆呆的望着窗口 久久的没有回过神了 因为 我们公司在27了 窗户外边 是不可能有人的 那么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我看到的 确实 是小黄的鬼魂 事后经过同事 我了解到 小黑死的时候 确实非常的离奇 他用笔 硬生生的插进了 自己的太阳穴里边 然后 他在临死的时候 说了一句 小黄 你终究 还是回来了 我叹了一口气 其实现在 我已经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只不过 我不愿意相信 事情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小黄 他的轮胎被小黑给松掉了 结果 小黄被害死了 小黄的鬼魂 回来找小黑报仇 杀死了 杀死了小黑 其实本来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却让两个人都命丧黄泉了 其实 如果我们多一点忍让 这世间 又哪有那么多的冤魂呢 好了 这就是 长命的故事 小黄的鬼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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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黄的鬼魂